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哇!很美,很想要啊! 什麼? 不可以買? 原來STK Workshop 的模型 走周刊訂閱制度 有些要足足等一百期才能儲齊 好像這間Snoopy屋一樣 要等兩年多才有齊整套 看看這隻R2D2 他的研發過程超級複雜 聽說尤其差一點是出不了貨 在最後一個星期的危急關頭 究竟老闆怎樣跟80多位工程師一起拆掉它呢 能夠令到客人一看到一件事 嘩這樣 很重要的 就是要我試到比屋 當所有朋友上來 我一著了燈 其實任何一個人都會嘩這樣 我一件事拿出來給人家看 其實你也知道這個項目死定了 哈哈哈哈 我們的模型產品 你是不能夠一次過去到買 回去就完成它 我們這些產品基本上都是以一個周刊的形式 需要客人去到收集 每一個你看到我們比較大型的項目 基本上都以一個一百期的周刊形式去發售 換言之就是客人需要一百星期的時間 集齊所有一到一百期的雜誌 加上裡面的配件 才可以完成到整個模型出來的 這個模式大概在20年前 本身我的客人是做印刷的 我們就大家看看 怎樣做一些東西 令到可以繼續有印刷品可以去到銷售呢 我們就不如將一些產品和印刷品融合在一起 所以就想到 就是說當時做了一間歐洲古代的這麼大型的木屋 我們叫做Door House 將它拆成一個一百期的周刊去到推出的市場 當時是很成功的 那原則上是我們跟這個意大利客人 是第一個將這一類產品推出市場 我們的產品其實是邊做邊開發的 那當我做這東西的時候 當我說了yes的時候 其實裡面 尤其是電子功能的部分 是完全是未曾開始做的 那我剛才說了 它是有一個視障 medial streaming 都有超聲波 令到它自己走的時候 可以避開障礙物 都可以用WiFi 用藍牙去連接它 去控制 它也都裡面有一個語音識別的系統 其實這些功能是不複雜的 你聽出來很多很簡單的家庭日用品 都有這些功能 但是你要將這些功能集合在一起 其實原來法國不是將這個功能買回來 這個功能買回來 可以這樣放得到下去 是整個系統是要用零重新去開發的 那這些開發過程裡面 是面對到一些 你是完全之前沒有想過會發生的問題 那也都因為這些問題的發生 導致到我們追過生產的週期 是出現過很大的危機 是說差一點出不了貨 那你知道這些問題的客人是週刊 每一個星期就要出的了 不可能去到等的 不可能去到出不了的 甚至不可能最後才告訴別人 我之前答應了你的功能 現在做不到的 對不起 不可以的 因為當它出版雜誌的時候 其實所有東西都寫在這裡 那如果真的發生這些事 那個損失可以是天文數字 可以這樣說 那個損失可以導致到 我可能要倒閉都不出奇 那當時這個R2D都是最緊張的 真是一壓行 哈哈哈哈哈哈 那最後是怎樣克服的 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有些事你找人幫忙 其實原先的廠家 沒有義務提供一些很底層的支持服務給我們 那時候我是出道到混身解數 又叫又哄又求 然後令到他最終可以找到一個 他熟悉這方面的工程師 和我的工程師做一個接軌 其實那個工程師一出來和我們做 其實他五分鐘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是 你沒有這個人會做這個人 你真的沒有人會做 這些我們之前是沒有預算過的 另外一些唯有替代方案 就是這樣走不到的 就想辦法 最後可以繞個彎 都能完成得到這件事 那這些其實 你做到之後 你其實有滿足感的 因為實際上你會發覺 啊 用了三天三天的時間 去到怎樣 原來直線不行的 有些可以繞個彎 所以我做很多年生意 我永遠都是那句說話 我永遠都很相信那句說話 就是方法總比問題多 我天天面對那麼多問題 但是永遠都是方法比問題多 只不過你有多肯去想辦法 尤其是真的 如果你可以喜歡這隻模型 但是沒有心機 精神 時間砌都不要緊 因為這裡有專人代理砌 他們上班就是砌模型 真是好羨慕啊 我之前的二十年 剛才跟你說一開始 其實當時我是完全一個 開發商和供應商的身份 帶進來東南亞亞洲 大概是九五年九六年左右 我們本身是這邊生活的人 對東南亞的市場也比較熟悉 其實可以做一些微細的改變 更加迎合這邊的市場 比如說我們R2D2 和聲戰有一個另外一個項目 是千歲鷹的太空船 當時它是以一個一百期的形式推出的 在東南亞推出的時候 就考慮到大家未必有這樣的耐性去做 所以我們都把它縮為一個十二期和十期 一個月刊的形式去做 希望那些人能夠快些完成到那個collection 2018年我們STK workshop推出這個R2D2 和千歲鷹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給了一個option的消費者 你可以選擇我們幫你代工 把你組裝好 我們都看到有些買家 第一他不是真的那麼喜歡組裝模型 但他對那個end product 是覺得很認同的 他會說可不可以整隻買呢 其實這個在我們過往客戶來說 其實他沒有提供過這個服務 我們STK是香港和台灣和國樓都有提供這個服務 其實當中佔了我們的訂單 都有一半的客人是整隻和我們 我們做好給他購買的 這些都是我們針對東南亞市場的一些改變 我覺得今時今日來說 那個結果還是挺鼓舞的 可以支持我繼續做下去 無名屋和Snoopy相對來說 會主打一個女性的市場 過往來說是比較少的 我們發覺都沒有理由 全部都是男士有得玩 那女士無得玩的 對不對 做這個Snoopy house 我們現在發覺有七成八成都是女性為主 那接下來我們都會有多些女性focus的產品 會推出市場的 都是男性她們 是不卻 那 是 羽品 這 什麼 是 羽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